现在市场出现两个声音 第一个是驱动IC缺掉 笔电需求还是很满 但是第二个声音说 目前的面板报价走跌宽不可砍单 Driver IC的报价准备开始反转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其实都对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我是瓦伦 欢迎John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ohn 台股8月连久 Hail直到周三18号才出现反转 那搞得这一阵子大家人心惶惶骂 而且目前资金比重集中在电子股身上 那么IC设计何时才会迎来反弹 又要怎么看呢 大家可以感觉到 最近股市的波动让大家很难受 因为很多公司已经开始改变 它原本股票的这一年半以来的惯性 因为其实这一年半以来 基本上股票就是一直创高 虽然偶尔有拉回 但最后还是创高 那可以看到像几个族群 比如说计体 车用 还有像是IC设计族群 这几个族群这几个礼拜 跌得好像小股灾 都跌掉30% 40%的幅度 那大家不免让人会去想 现在是半导体的族群 还有电子股族群 是不是景气循环的高峰已经到了 但市场又一直说晶片荒 就是现在还是很缺晶片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就来讲明白 那目前产业内的状况 我们就先从晶元代工厂 接订单这个部分开始说起 因为往年像是联电等等的晶元代工厂 怎么谈订单的 基本上在年中的时候 他们就会到各个IC设计公司 去跟他们的业务谈订单 去规划这个产能 但今年事况其实发生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其实早在年中跟去年底 IC设计公司早就跟晶元代工厂 去谈好未来的产能 甚至因为没有产能去接订单 甚至下到2023年 因为大家在去年一整年真的缺料缺怕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缺料 如果你没有料就是没有钱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像是利基电像是联电像是世界 甚至在大陆那边的中心国际 都抓准了这一波 去签订未来两年保价保量的合约 来去稳定后面两年的获利 所以今天荒野烧到二线晶元代工涨价 是不是也蔓延到上下游了呢 其实我们从前几天的环球经法 所以就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的大厂除了去预定 晶元代工厂的产能 现在也开始来抢细晶元 我们可以看到环球经的大客户 像是Intel 像是台积电像是三星 其实现在都逼着 细晶元厂扩产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德国的Ctronic 最近也有公告 准备去做一个扩产的动作 因为细晶元真的太缺 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 这次晶元代工如果非常火热的话 那后面两年订单也都没有问题 那相信细晶元也不会插到那里去 所以细晶元公司也趁着这一波 抓住这一波趋势 也开始签订这个涨价的厂约 来保住了后面获利 所以其实我们从环球经的财报 从预付货款就可以看出这个现象 所以上半步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小结论 现在不管是二线的晶元代工厂 还是细晶元甚至是后端的封测 在这两年的业绩应该都不会太差 但接着我们就要来提到 毛利成仙的驱动IC设计 像是天狱 连勇 敦泰 股价其实都维持在一个高档 但他们是不是还能处在巅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 因为宅经济的爆发 其实延伸出一个新的景象 像是系统厂 现在拿到面板它就可以大赚 那像是面板厂的友达群创 拿到驱动IC它就可以大赚 那像是驱动IC厂 拿到晶元代工的产能 就可以大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有些Driver IC 它的毛利率从20%跳到50% 现在是环环相扣 大家一起赚一起笑 但是面板珊瑚变三喵 股价已经下滑啦 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了 我们可以看到面板厂 它的面板报价 从32吋到65吋 都已经开始做报价下跌的动作 那还有像是宽不可笔电的订单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需求 已经都在不如预期都在砍单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面板厂 不管是群创友达 还是像是笔电代工厂宏基广达 他们的股价其实早在前几个月 就已经领先反应了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终端的报价不能反应在消费者身上的话 未来的驱动IC势必也会受影响 所以现在市场上大家可以听到两个声音 第一个就是笔电还是很缺 驱动IC还是缺料 但是第二个声音就是面板报价走跌 宽不可又再砍订单 那Jive IC报价准备反转 诶那到底哪个说法才是对的 其实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 全都用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现在的笔电还有像是驱动IC 其实都还是处于一个缺料状况 现在还是很缺 但是实际上目前的订单 跟上半年预期的展望相比 也确实下滑很多 那给大家一个图表去思考一下 其实之前订单都是远远超过产能 但现在的订单还是超过产能 但明显已经需求已经下滑很多 因此在驱动IC上面会发生一些难题 我们想象一下在上游的晶圆代工厂 持续调涨报价 那接着又签那个保价保量的合约 那在下游厂面板大家都知道涨价已经涨不太动 所以涨价也很难再转移给消费者 所以目前的驱动IC还是处于缺货的状况 但我认为未来的毛利率真的很难维持在50%以上 所以现在的风险报酬比 认为已经没有这么甜了 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谨慎留意 那以上的产业资讯就分享给大家当作参考 好的谢谢John的 也记得加入John的LineA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